下個要教的簡單機械叫做齒輪 現在很少人問齒輪這件事情 就算問也是問一些觀念想法而已 就問這個 齒輪可以幹嘛 齒輪可以傳動一些東西 藉著它的裝置 它要嘛就可以改變轉動的方向 要嘛就可以把這個 傳動的東西從這裡傳到那邊去 當然它根據設計的不同 可能產生省力或者是費力的效果 來上面就是你們的修正帶 立可帶 這個齒輪兩個是接在一起的 這樣的話你看到圖上面顯示 一個是中轉一個逆時中轉 所以它會改變我的轉動的方向 底下是腳踏側的齒輪 你看下面它兩個分開就有個鏈條 那麼兩個都是順時中轉 它沒有改變方向 但它可以把大齒輪的轉動傳到小齒輪上 或者小齒輪轉動傳到大齒輪上 所以它有一個傳動的效果 就是這樣子 那麼現在基本上不會再有人考計算題 不會再問別的事情 但萬一需要做一些計算的時候 它的keyword是尺數相同 大齒輪轉過三個牙齒 小齒輪也轉過三個牙齒 因為它是一個對一個 於是大齒輪一圈 大齒輪一圈有二十個牙齒 小齒輪一圈只有五個牙齒 那麼大齒輪轉一圈 小齒輪要轉幾圈?四圈 然後就我們再往上去做一些題目 我說現在不會再這樣出了 這個輪軸不一樣 輪軸是輪轉一圈 軸也轉一圈 輪軸是轉的圈數一樣 這裡是走過的牙齒數一樣 那你指導一下就好了 萬一有人有計算的時候 就是keyword就是這一句 轉過的齒數是相同 停車戰界問 腳踏車是一個很常見的交通工具 休閒工具 好吧 或者是競賽也可能啊 隨便 請問你這個構造 這裡面有哪一些簡單機械 有 你可以講出好多個 而且不同地方 比如說A機械 可能這裡有那裡有 它主張都有 沒關係 你最少跟我講兩個 抽到你 你最少站起來跟我講 這上面有哪兩種機械 哪兩種機械 不只兩種 但是你講兩種就好 不只兩種 你講兩種就好 這裡面 我教過了什麼 我教過了槓桿 我教過了輪軸 我教過了滑輪 我教過了齒輪對不對 教過了齒輪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 停車戰界問 這裡有哪一些 這裡有哪一些 這好笑 剛才問完二一下 問二二 講 兩個吧 我問你什麼機械 斜面 齒輪 你講的不是齒輪 他有齒輪 沒有錯 沒有錯 再講一個吧 龍頭是什麼 龍頭是什麼 唉 又來 又來一個 讀書不求聖節 坐坐坐坐 坐 坐坐 你說的齒輪 是那個牙齒的地方 不是輪胎的地方 輪胎的地方 其實是輪軸 是輪軸 然後 輪胎的地方是輪軸 還有那個龍頭 那邊誰誰來拜天 龍頭 龍頭那地方也是輪軸 輪軸 然後那個腳上 腳踢板那地方就是 槓桿 腳踢板那邊就是槓桿 他的齒輪當然前面有 後面前後 就是前後都有 然後踩腳踏板的地方 那也是一個輪軸 腳踏板那邊也是個輪軸 所以這邊至少有 有好幾個地方有輪軸 然後也有齒輪 然後也有槓桿 也有槓桿 他用了這些簡單機械 理解 這也是以前課本問的問題 這也是以前課本問的問題 讓你了解他用了哪些機械 然後透過簡單機械 組合成一個比較複雜的機械 OK嗎 OK